国会风云带您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 就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电价涨价议题 很多人都很担心 尤其是四月份要涨电价了 那么现在大家除了担心夏季用电 可能电费会增加很多之外 当然也会担心自己的荷包是不是会大失血了 尤其是现在央行也跟着宣息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说 接下来会不会物价也跟着涨 那么接下来民众要吃饭 是不是得多掏一点钱了 就连地区医院都反弹 希望能够来动涨电价 那么昨天立法院的国民党团 就跟民众党团来合作 那么在程序委员会攜手来体验 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五的院会 来处理动涨的案件 不过真的有可能吗 尤其是现在经济部频频的 希望大家能够安心 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说 这个烘焙坊可能日增两块钱的电费 等于一个购物贷 只不过台电就说了 那个可能是不具烘焙设备的 但是一个月的一般面包店 可能也要增加一万块的电费 那么是不是要大家半夜烤面包呢 现在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有最新说法 一起带您来听听看 找到这样子的例子 事实上是它一般就是面包的贩售的店面 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电费的模式 那你如果有比较多的烘焙设备的话 那它一般它可能会是低压的营业用电 那这营业用电的计费方式 就会跟那个不一样 所以我要先澄清 就是台电举的那个例子没有恶意 就是它是不同的电费结构 那一般人接近下班那个时间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这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要比较多的用电 你选择时间电价 那烘焙业或许可以多做一点考虑 那只要在夜间风这一段时间 不去做大量的烘焙的话 事实上是对电费的节省 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那事实上台电 被外界酸说难得要叫这些面包店 夜酒直接半夜再来烤面包吗 曾文生就强调了 只要不要在这间风时间 也就是相对来讲在离风时间的话 是真的能够省到电费的 只不过这样听在面包店夜酒的耳里 不知道做何改想 只不过现在不止就烘焙业者 当然一般民众也会担心了 随着央行的声息 现在到底会不会 接下来对于物价会有影响 甚至造成通膨的现象呢 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有最新回应 我报告说有讲 有没有一句话盖刀汁 我们的我们估算通膨是大约会不会很长 那跟主席总数跟国外会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零电价涨会不会上升一点点 好像是零点二七万 都已经估算在里面 都已经是估算零点了 对于店家调转会对蓬通膨有影响吗 这个杨金龙是没有直接的做正面回应 只说今年估算通膨大概是百分之二 跟很多的国家比起来应该都是差不多的现象 只不过当然民众最关心的是 到底现在荷包会不会失守 尤其是店家有没有可能动涨 恐怕才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以上是国会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